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就叫阿弥陀佛 我们看一百十七页 一百十八经 讲到中间这边 就是一百二十八经 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 好 那前面他就是说 那么讲这个凡夫 愚痴无吻凡夫 那么他的愚痴来自于他无吻 没有多吻如理思吻 所以导致他愚痴 所以叫做愚痴无吻 愚痴是果 无吻是因 那么也可以说 那凡夫是果 那愚痴是因 因为愚痴所以一直是凡夫 因为无吻所以一直愚痴 那通常 那相对的就是智慧多吻圣地子 圣地子是果 那他之所以能够超凡路圣 那主要是因为 那么他有智慧 他的智慧又来自于他多吻 所以通常 在暗案经里面 常常有这两组对照 那么这个愚痴无吻 跟智慧多吻 那么他的差别 智慧多吻是吻什么 那愚痴无吻是不知道什么 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暗案经有 愚痴无吻 愚痴无吻反复智慧多吻圣地子 那我们从这个里面也可以知道 那他之所以愚痴无吻是因为不知道什么 那智慧多吻是因为他知道什么 那好 那这个讲 所以他就会讲 前面就有讲 不知根本 不知经济 不知处理 因为他不晓得 人之所以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那么能够处理生死的关键是什么 因为这样他不知道 所以他没办法处理 那我们会发现到很多人在修行 其实这个观念是没有的 他总认为什么是修行 用功就是修行 那什么是用功 这个是用功 但这个不是关键 这个是辅助而已 真正所有的关键就是会 没有智慧你不可能解脱 虽然你持戒亲近 虽然你禅定 四禅八定 得到五神通 那虽然你少益知足 你就是没办法解脱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愚痴无闻 你不晓得无我 你不知道怎么正得无我 你不知道什么是我 因为我见 我爱是生死的关键 所以你不知道无我 你不知道缘起 你不知道世地 你怎么可能得解脱 你就算再有修行 你也是愚痴无闻凡复 顶多就是外道 那么这个观念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他总认为我山洞里面 好好念佛 好好拜佛 好好忏悔 好好持戒 那这样我就能得解脱 其实不能 没办法 很多外道都很用功 但是 他的关键根本在于智慧 那你说这些人都没智慧吗 没有无我的智慧 没有解脱的智慧 没有解脱的智慧 所以他这里就在讲 就是 住 这个就是 于色 就是五蕴 赞叹细着住 然后为这个五蕴 我见我爱 所束缚 所以 这个是色夫首夫 内夫首夫 然后受想形式 一样 其实就是五蕴 你就不知道 他这里讲的很好 不知道根本 不知道经济 不知道处理 这个叫做 于痴 五蕴 于痴五蕴 反复 那他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沦迴生死 烦恼生 烦恼死 那一直在五蕴 五蕴 赤胜的状态下 指我 我见我爱 那么由我见我爱 不断起烦恼 造恶业 那么不断感召生死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来没有停止过 那也从来 不知道怎么停止 所以 因为他没有这个关键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那我现在在看什么经 我现在在看什么经 我现在在读什么书 他就会回你一句 那我们是实修的 那实修是什么 什么是实修 你根本就实在不知道怎么修行 你还实修呢 因为修行的根本是什么 断我见我爱 这个你没有 这个你不知道 修行的关键在于 怎么断我见我爱 那你连无我都不知道 你有禅定的时候 你会关无我吗 不会 你持戒的时候 你能够导致无我自己 自己产生出来吗 你念佛的时候 我会直接告诉你 你要修无我吗 不会 不会 你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观念 你想都想不到 梦都梦不到 你怎么解脱我问你 你所谓的实修 是修到哪里去 不知道啊 真的 这个是我常常听见的 那只要听说 你在读经 你在讲经 你在看经 他就跟你讲 他是实修的 那实修是什么 你在那边打坐叫实修 戒跟定 都是帮助会成就的 如果没有会 没有无我的智慧 你的戒跟定 是共外道的 共世间的 共凡夫的 共生死的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不可能得解脱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他说 那你于此无凡夫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 烦恼生 烦恼死 那么从这一生 把烦恼从这一生 带到下一生 又从下一生 又带到下一生 所以 他说 以夫生 以夫死 就烦恼生 烦恼死啊 那烦恼就是 我见我爱嘛 执着 执着这个我的这个烦恼 那么 有我见我爱 生起种种种种的烦恼 非常多的烦恼 那么这些烦恼造业 业又敢遭生死 生死又起烦恼 烦恼又造业 所以叫做 祸业苦 那根本祸就是 我见 有我见我爱 那么所以他就怎么样 随模至战 就是随着烦恼 那我们通常是觉得我们在控制烦恼 其实不是 是烦恼控制我们 所以你只要这个人 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烦恼 你就很容易控制他 比如说他贪 他贪钱 你用钱贿赂他 他贪色 你用美色贿赂他 他贪名 你给他一个名 你就能够指使他 像这个鬼爱钱 你就贿赂他钱 一般来讲 有钱能死鬼推磨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 那么 你知道这个人 你知道这个人 特别容易松弃 你就执着什么 他看不惯什么 你就给他看那个境界 他就容易生气 你就刺激他 所以要控制一个人很简单 知道他弱点在哪里 知道他执着什么就好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一生气起来的时候 知道不好 知道要克制 克制不住 贪心起来的时候 知道要克制 克制不了 那个就是什么 随模自战 你以为你在起烦恼 其实都是烦恼在控制你 你不知不觉 随着过去那么的烦恼 那养成一个习惯 你不得不起烦恼 久了久了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是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你没有个性 个性都是养来的 个性都是养大的 一开始是没有的 就无自信的啊 那么众生最久的个性就是 我见我爱 爱惜自己 保护自己 以自己的利益为主 通常是这样的 那么会这样是因为 他执取有一个真实的我 那这个观念大部分的人 老实说大部分的佛教徒 是没有的 他只是听说无我无我 但是他不真的去理解这个东西 甚至修到最后有一个自信清静心 就觉得放我的思想出来了 神我的思想出来了 开始有这种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观念 你修禅定 那么内心禅定的时候 会调误烦恼 禅定会调误烦恼 那会跟烦恼不相应哦 那你就会以为你得涅槃了哦 真的 那个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无我的观念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多数的人是不知道 那他的一个结果就是烦恼生烦恼死 一世一世的起烦恼 一世一世的受烦恼束缚 所以以夫从此事至他事 那么到他事一样 是以夫生以夫死 那么这样 鱼痴生死 鱼痴生死 轮回不止 那么这个叫做 鱼痴无吻凡复 所以阿安经里面也讲 什么叫多吻 知道无应无我就是多吻 知道缘起无我就是多吻 所以就入磨往中 随磨所化 磨夫所夫 唯磨所欠 就磨主要就是 磨主要是两种磨 烦恼磨跟生死磨 烦恼磨跟生死磨 那这里讲的 就是你就是 从烦恼不断的生死 烦恼不断的生死 是这样 就入磨往中 那你就出不了 出不了这个境界 出不了烦恼的境界 出不了生死的境界 那这个叫做什么 入磨往中 随磨所化 磨夫所夫 为磨所欠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就无应 其实色也是这样 直走这个色 直走这个感受 直走感受是我们多数人 也很在意的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我们常常拿这句话 来讲别人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 被忽略 被轻忽 被轻视 被当空气 我们就很受不了 不被重视 那我们常常会 很在意自己的感受 有没有被感受到 通常是这样 那想也是一样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你知道我在意什么吗 就类似像这样 那么 这一些基本上 我们有这一些 平常的这一些直取 那么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我 那么再执着这个我 然后再加强色受想行事 就这样 不断不断 那你有时候 当你有时候 特别在意你自己的时候 那么 离开这个境的时候 在境的时候当然很难 很难去 很难去冷静下来想 当离开境的时候 这个境 你感觉到你被轻视 你不被重视 你被忽悠 你被忍弱 好 那你很难过的时候 你不妨想起这个经 那么坐下来好好想 色受想行事 色不亦空空不亦受 瘦不亦空空不亦受 那我们在执着那个瘦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常要利用境界来修行 因为我们在境界中起烦恼 对不对 那我们在当下烦恼的时候 其实不容易察觉 你如果当下烦恼 你就容易察觉 那个就是你的决性提高了 就像你在起称称性的时候 其实你隐隐约约也许知道 但是你不太会去在意他 你只在意那个人 还有没有持续让你起称称性 只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你就当下可以察觉 我起称称性是不对的 未患离 他有过患的 我不能够 我一定要调伏这个称称性 你的心就拉回到 我有称称性这件事 而不是他不对这件事 那这个就是你拿回来调伏自己 好 那么你感觉到你自己 那么不被重视 被忍弱 怎么样 那么你心里面那种感受是很强烈的 那这种强烈的时候 你一下子是察觉不到 如果你察觉得到 那你算厉害 决性提高了 那么察觉得到是第一个 就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烦恼之有烦恼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调伏他 那么就去思索 那这个兽 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个兽 那这个兽是什么 佛陀常常说无我无我 我是射兽想行事 那这个兽为什么会产生 它产生的点在哪里 那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兽的 什么时候开始变强烈的 那你还好思索这个东西 慢慢慢慢你去找 那个兽在哪里 为什么有这个兽 你慢慢会发现到 其实都是妄想生出来的 分别生出来的 虚妄分别生出来 你会发现到确实是这样 那你多想几次慢慢慢慢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你对这个我的直取不是没有 会越来越淡薄 就会真的是会这样 那你对于境界引起的这个 境界引起的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都是表情在境界里面 那么对于境界引起的 你首先会忽略境界 那么注意我 我生起的种种烦恼 然后再想 再去思考它这些烦恼 它的一个根本在哪里 它的处处在哪里 那慢慢你会发现到 久了久了 你对于什么样的境界 其实你不太关心了 你只关心我到底现在起什么样的烦恼 而不在乎那是什么样的境界 他讲了什么话 他为什么这么讲 不去追究那些东西了 我们通常都会追究这个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怎样怎样 就是你讲的话 你的态度 你的言语 你的地位 我的地位 那你对我的态度 你对我讲的话 你对我的伤害 对 重点都在你对我 现在不是我起了什么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种烦恼 那这种烦恼到底是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来控制我的 让我不得自在的 因为我有这个烦恼 我就不自在 我就 你一句话 你知道我不喜欢听这个话 比如说很多人 比如说很多女众喜欢 不喜欢说人家胖 人家说她胖 她就非常很生气 就一直在 我那里胖子 怎么样 好 假设这样 我们只是举例 那么她这个话 她就追着她的话说 那你 她就开始想到前面 你昨天又说了什么 你最近每次都是要怎样 开始 那么你试着要调伏她 让她不能再伤害你 但是你再想一想 这个是一般的人 但是佛弟子 他要调伏的 永远不是境界 是什么 她的心 她的烦恼 我为什么要对这种话 起烦恼 我为什么要在意 那么她今天说我胖 我就不高兴 明天说我瘦 我就高兴 那我要生气跟高兴 是由她来决定的 对不对 是由她来决定的 我今天要让你生气 我就说你胖 我今天要让你高兴 你变瘦了 变漂亮了 她就高兴得要命 好 那很简单 你要生气跟要高兴 是我来控制的 我这里有开关嘛 对不对 我要按那个红色的灯 你很胖很丑 气得要命 我要那个绿色的灯 你很漂亮很瘦 高兴得要命 我要让你高兴 我按红色的灯 那就这样 那你不是常常 在别人的控制底下 你自在吗 当然不自在 你以为你可以做主吗 做不了主 都是别人在做主 都是境界在做主啊 言得彼此而生意 对色身相畏触法 什么样的色身相畏触法 引起你什么样的贪嗔痴 情重程度不同 那么 但是都是引起 但是佛弟子 他会 不会直取在境界上 会回过头来还观 我现在起什么烦恼 我为什么要起这种烦恼 我为什么会起这种烦恼 我要怎么样这个烦恼 起这个烦恼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过犯了 我要调伏他 我要怎么调伏呢 自根本 自经济 自处理 就这样啊 会幻影啊 我要怎么调伏呢 他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太在意 别人说我什么 别人帮我当什么 可是别人说我什么 我就是什么吗 别人当我什么 我就是什么吗 不是啊 别人说我是鬼 我就是鬼吗 别人说我是佛 我就是佛吗 那我为什么要 因为别人随便讲的话 或没有意义的话 在那边跳呢 心跳得快 跳得慢 大家脚 脱着快 脱着慢 脱脚呢 为什么呢 好那你还会想这些东西 你慢慢就会发现 你习惯了 后来你习惯了 你由察觉 你由执着境界 变成察觉自己的心 有没有期盼 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习惯 要养成习惯 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以后不管有什么境界 你第一个就是 冷眼的看 冷静的看 真的 你就是看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是 现在是怎么样 那 我很冷静的看待它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怎么面对 都要怎么处理它 比较好 而不是随着境界跑 那你就会 你会 你会往好的方面想 然后往对的地方走 那久了久了 你就养成两个特性 一个叫做冷静 一个叫做理性 那这两个就是 定根会的根基 遇到境界 就是冷静 理性的看待 那想一下 怎么解决这种事情 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那处理的不好 就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处理的 应该怎么样处理 就再处理 那就算处理不好 你也不会紧张 也不会害怕 真的 那你就知道 处理不好 有处理不好的原因 你再把它处理好 就好了 那一直处理不好 那就是 它暂时还没有 这个处理好的因缘 很多东西 就好像冰那么大块 你一下子 要把它融化掉 也没那么快 一样的道理 那海水那么咸 你咬一个 你要一下子 让它变淡 那你要更多的水 所以你会知道 它有些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好 那这个是业历史 有些办法 可以处理好 还没找到处理的因缘 还不具足 那么有些事情可以处理好 但是 我处理的 处理的这个 次序不对 那么你就慢慢 就会发现到 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 不管是什么人事物 真的 不管是什么人事物 你开始学会 观察 其实我想讲 常常讲 觉察很重要 觉察你的内心 到底对境界起什么反应 那这些反应又影响了 怎么样影响了你现在跟未来 那还有影响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 你起烦恼不知道起烦恼 起了烦恼不知道怎么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不知道调伏到什么样程度 烦恼才算被解决 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苦极灭道的真理 那你就不可能 你在怎么用功 我告诉大家 你在怎么用功都不可能得解脱 因为解脱就是解脱烦恼的系辅而已 你烦恼在里面 你外在都没有境界门关起来 自己在里面 你顶多能够起什么烦恼 就怕孤独 怕死 然后怕没有饭吃 反正就是小小的一个而已 那没有人来刺激你啊 甚至关起来 连蚊子都飞不进去啊 你根本不太会起烦恼 也不是完全不会 但是不太会 没有境界刺激 那你就以为没有烦恼 那其实不是 那再用功一下 心清静啊 你就以为正裂盘 不对 不是 那尤其那些修定的 他就会觉得 调虎烦恼了 烦恼来 他对这些都不当一回事了 他就以为 他已经离欲清静了 还没有 还没有 那平常你就要 平常你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你读阿瀚经 读绝了你就 习惯上要关回到五蕴 色受想行事 那每一个人只取的不一样 有的人只取色 就身体 有的人只取受感受 有的人就想 有的人行 有的人试 那么大部分都是苦乐 因为受之后就有苦跟热 大部分重视这个 就是跟前四合而生 触 触 触 受想吃 总重点的感受 那受有苦受有热受 我们对苦受跟热受的反应 都是很直接 很敏感的 很在意的 没有个人喜欢苦 我也不喜欢 我也喜欢热不喜欢苦 但喜欢是不是 后来就执着 后来就没有他不行 那就不一定 举个例来讲 就我们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好 我喜欢喝咖啡 我只是举例 我喜欢喝咖啡 好 那么喝了这个咖啡 我喜欢喝 跟我一定要喝 跟我没有喝不行 这个是不同的层次 那一样 就是我喜欢这个人 他的态度很好 可是我喜欢这个人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有这个人 我没有他我就会死 不是啊 我没有他我就会痛苦 这个不一样 那么基本上是 我们在面对种种的境界 包括我们吃的用的穿的 那么一切人事物 渐渐我们都要把这种执着 强烈的执着先去掉 那么 我们不是随随便便 但是我们也不是很强烈的这种直取 一定要什么 那你 我们说养前一个习惯 不管我发生什么境界 好的不好的 你都先冷静 冷静 然后观察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那 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样 那 我现在面对这种事 我必须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样 好好想 刚开始想也许想不清楚 啊 处理不好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他就是经验 久了久了 你会很 久了真的会叫做任运自然 之前还要做异 你只要想一下 努力想 怎么解决 哎呦很紧张 后来不会就很冷静 反正就是发生事情 不管是什么事情 好的不好的 就算战争 也不过是儿耳 历史上 我们活了那么几千次几百次了 不知道经历多少战争了 那也不用担心啊 真的 这种东西都不用担心 那 就是好好冷静想 我应该 现在应该怎么做 比较好 比较好 那我们就这么做就好了 也不用太担心 那这么做 发现当然是不好的 你学到这样做还不行 还要再怎么做 那就好啦 智慧是这样想 也练起来的嘛 所以对任何事情 不要恐慌 不要忧虑 不要单恋 不要执着 这样你的心 就不会常常被境界帮助 你希望什么境界出现 期望什么境界不出现 那些都不切实际 让你的心 可以冷静理性的面对一切境界 这个才是根本 有智慧 安定的 来看待这一切世界 看待自己 看待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 这个种种的这些事 发生的种种事 见到的种种人 那么你慢慢慢慢养成这种习惯 久了久了 你用功起来 观照无运无往 那么基本上 是可以有力量 那么因为 你平 因为你的心 不会起伏的厉害 你就不会造作 比较不好的 这些杀到隐忘的事 因为杀到隐忘 都是因为你的心 有强烈的子取 才去创造的啊 你起很大的称的心 才会杀嘛 才会盗嘛 起很大的贪心 才会赢嘛 才会忘 或是这个大妄语嘛 你就是起这个烦恼 那你现在 观照自己的烦恼 已经到一个程度 不太容易 为什么事 就好像你的个性很温柔 你不太会因为一些 人家偷了你十块钱 你去把他打死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人家拿棍子打了你家狗 你就去烧了他家房子 不会嘛 你不会因为这种小事 你不会因为这种小事 去造作很大的恶业 去让自己受很大的苦 绝对不会 所以这个叫做 盗贡见 你有了盗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自然而然 就是拿一百万 叫你去杀人 你也不会 何况你会为小小的事 去杀人 去偷盗 去血眼睛 妄言 不会 那这个是根本 这个是根本 那你就是慢慢这样培养 慢慢这样培养 久了久了 你就自然具有 具有这个见 盗贡见 那定 你就安定 安定就是 你所有不定 就是因为六根攀缘六成 那随着六成这样 剧烈的震动 起伏不定 心情起伏不定 散乱 通常是这样的 对啊 那要你 你不容易一心嘛 一下子想到这件事 一下子看这个人这样 一下子看那个人这样 心情一直在起伏不定 那现在 这些事情 你都认为是小事 不太会让你起伏 你心情常常在安定之中 你要修定也很容易 真的 为什么 那你平常 你平常就很稳定了 你平常就很稳定了 那你如果平常剧烈震动 看这个也不行 看那个也不行 就算你精进一日到七日有定了 一旦定中有那个境界起来 你又开始跳了 你就要保证定中没有那个境界起来 你最深沉的东西 有时候在你最沉浸的时候会生起来 这种东西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一定要养成你日常生活里面 看待很多事 你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就是如此如此 那这些事总也这样 不过就是如此如此 真的 久了久了你就会发现到 你不用特别表现什么 但是你表现出来的就是 积极 然后安定 然后理性 冷静 真的就是这样 你的特质就是这样 那你不太容易 你不太容易慌张恐慌忧虑 不会 因为没有什么好忧虑的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真的 世间不过如此 人生不过如此 境界不过如此 但是你们真的这样去想 一阵子过后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真的是这样 好我们这种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多闻圣地子 就是这个 这个 鱼痴无闻凡夫的问题 我们说过嘛 鱼痴无闻凡夫 他为什么叫做凡夫 因为他鱼痴 那 他为什么鱼痴无闻吗 那为什么是圣地子 因为他有智慧 他为什么有智慧 多闻 他鱼痴是 无闻是不知道什么道理 不知道无我的道理 他智慧多闻 多闻是知道什么道理 知道无我的道理 知道无我 知道怎么证得无我 用什么方法要证得无我 知道证无我才是解脱的根本 知道我见才是生死的关键 他知道这个道理而已啊 所以 他说多闻圣地子 底下就是对照主 有一个鱼痴万夫的 然后他是怎么样鱼痴生死的 他的结果就是 轮回生死 随夫生随夫死 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的生死 永无停止 那鱼痴多闻圣地子呢 如食之 你看他就是如食之嘛 色疾跟灭 其实就是无印了 后面就是受想形式 就是无印的疾跟灭 生灭 为什么会有这个无印生 简单讲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无印生 那他是有什么原因生起的 那我们 我们这个无印生是 依什么原因生起的 他的直接因是什么 夜 对 就叫夜报生嘛 我们是一夜 而有这个无印生吧 所以每一个众生的无印生 是不一样的啊 男的女的 生在哪一个家庭 哪 猫狗老鼠 哪 这个聪明不聪明 漂亮不漂亮 皮肤好不好 那种种种种种不同的因素 都是因为夜 而有种种的差别 那夜怎么来的 烦恼照做来的 那烦恼怎么来的 我见我爱照做出来的啊 他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久了久了 你再回头过来 看到自己起烦恼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想 我要 因为你在烦恼起的时候 你不调伏 你就会造业了喔 你就会造什么样 口业跟深业 你骂人家 打人家 或伤害人家 或是 或是 等他走的时候 你再伤害他 或是怎么样 反正就很多种 那么你一定会有 你一定会有造业 那如果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你就调伏下来了 他就不会造业 他就单单只是这样 起烦恼而已 他就不会形成业 就算有 力道也很小 因为他不是故作业 那么你造业之所以重 造业之所以重 那是因为 你造业的心 造业的心 那么 比较强 故意 那你造业之前的心 造业当下的心 造业之后的心 那么这些心 让你的业变成决定业 当你的业变成决定业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你过去已经有的业 再加上这个业成熟 它变决定业 一个就是你这个业本身就很重 当下照做 当下就是成熟 决定业 那如果他这个业不重 但是因为你过去已经有造这个业 他就能够成熟过去的业 让这些业变决定业 那么定业一定要受报 不可能不受报 那我们这个业报生 就是因为受果报生来的 那人的果报生有善有恶 善恶夹杂 但是善比较多 善比较多 那恶比较少 如果是善恶到 这恶比较多 那随着地义是最多的 地义里面有无间地义 我们叫做小中大 那无间地义 跟这个八寒八的大地义 这个是最重的业 就完全受报而已 没有造业的能力 那再来不是有真地义 就是中地义 那再来是小地义 那地义在上面 就是畜生道 比较鱼吃 那寿命不长 常常出生不久 就被人家当成食物 那么就不太 也是不太容易造业 也是比较受报 然后再来就是鬼 那么鬼道生它有人形 有些没有 有些有 但是鬼里面就有好一点的 当然畜生道里面也有 但多数是没有 就好的很少 鬼道里面好的多一点点 就是这些善神 土地公啊 城光业 这些还是善神 他也有修行 他基本上也是有修行的 多数 多数会落入鬼道的 而且是做那种有才鬼的 以前多少有慈戒 所以慈戒比较好的 他就会做官 城光业这种 而且慈戒比较好的一点的 比如说做都城光 那个大官 那慈戒比较没那么好的 那做小官 福报修比较大的 就做大神 类似像这样 那么帮助过很多人的 他的眷属就多 这个神底下有多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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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眷属 很多人拥护他 那在人间就变成有很多信徒 就类似像这样 那这种基本上都是 过去有慈戒修复的 慈戒布施的 慈戒布施 但是鬼道基本上 就是慈戒布施虽然有 但堕入鬼道有些是因为邪见 有些是因为他虽然有慈戒布施 但是他造的恶业比他的善业多 比他的善业多 所以他就做这些鬼神 但做鬼神 做鬼神还要看是做什么鬼神 但是就是慈戒布施的多 那如果出生到 除非你做那一种 像金刺鸟王龙王那一种 那一种比较大的 那个很少 或是那一些精灵鬼怪化成动物的 比如说狐仙什么类似这种 他虽然是受动物刑 但是他过去也是修行的 也是有慈戒的 有修定的 这部分大部分都有修定 有慈戒 但是邪戒 那如果没有修行的 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动物 就是做一般的动物 就受很多很多的苦 那一些像什么精灵鬼怪那种 什么精什么精的 动物生的 蛇经 蚌经这种的 那基本上他是有修行的 而且过去基本上是有修定 有修定 那是因为他邪见 所以落入畜生生 那这个也不多 这个也很少 那修很多功德 持戒布施 但是不太能忍入的 但是他恶业造的不多的 轻微不多的 这种基本上就做阿修了 罗刹这种 罗刹比较是不好的 阿修罗还好一点 要差也好一点 要差基本上多数是学佛的 罗刹多数是不学佛的 那但是他也修行持戒布施 但是他造的恶业又少一点 比鬼道和畜生道少一点 所以阿修罗是为恶 就是他的恶有 但是没那么多 那人的话 人的话基本上是比这些多强 你看你要知道 所以你做人很不简单 就是你的善业肯定比恶业强 因为是果报生嘛 所以你的善业肯定是比恶业强 那你一定都是过去持戒布施的 果报才做人的 那你说有些做人怎么那么烂 他虽然是持戒布施 但是他持戒布施的力量不大 但是他受恶业的 他受恶业的这个影响 从畜生到转过来 从恶鬼道转过来 那么就是受报境转过来 那么不管你多路出生到 还是恶鬼道 他都是很多年的 四五百年的 一下去都是四五百年的 像鬼大部分是做一生 但是一生就四五百年 出生一生五年十年 要做五百次一百次 大概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都是受很长的时间 他养钱的一个 变成有一种习惯 有一种习惯 那么有一种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他堕入畜生到 然后还保留那个灵性 然后 出生到只受一次两次 他又过来做人 也有这一种的 那如果刚堕入出生到 那种动物就比较有灵性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人就是这样 就这样轮回轮回 来来去去 那么在这个六道里面 只有人是比较 修行的作用力比较大 天也可以 但天不太修行 也不受苦嘛 他想天不太修行 除非他过去生是 正出国恶国的这种 他保留那种习惯性 正见真善格 要不然他是不太会修行的 那三二道士 没得修行 没办法修行 他说三途八难嘛 只有人是最容易修行的 他造业是最有决定力的 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就是 没有办法把握做人的这个关键事情 那找到关键的方法 没有办法 所以一般我们常常讲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我们听是这样听 我们也觉得没什么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在学习佛法 你不知道的 这个实在是不容易 那所以 但是已经 已经做人又学习佛法了 很可惜 用功用不到地方 这个就是 你那个电钻 钻错地方了 钻到那个钻头坏掉了 那个孔都没有钻出来 那所以 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 这个时期就是 了解到整个佛法的一个核心道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里就在讲这个东 这个就在讲这个问题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 他如实之 我们讲 五蕴的极跟灭 为什么会有这个五蕴 那怎么样才可以 没有这个五蕴 那我们讲到色的时候 其实就是色受讲述身体 然后心理 那身心到底是怎么变化 怎么会有的 那极跟灭 就是 就是 他是怎么 怎么陷起的 又怎么 怎么样没有的 那未换离 其实他就是一种方法 修行方法 因为 未其实就是执取 执着 那你要了解到 你执着这个色法 身相畏触法 还是色受想行事 那么 这个都是有过患的 这个就是根本的过患 那你知道了你就要处理 就好像 我为什么有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烦恼是我的过患 只要起烦恼了 不管境界是什么 我只要起烦恼了 它就一定是从我内心神起的 它一定第一个先影响我的内心 对我的现在跟未来造成影响 第一个影响的一定是我 我把它发作出去了 才影响到别人 那么不管我发多少力出去 我用一百磅的力打出去 那么我的手就会承受一百磅的力 一样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 所以当你的烦恼发作出来 完全影响的是你 因为它就是在你内心发作出来 你假设 假设比如说承认心来讲 承认心是地震的话 你的心就是正央 你知道吗 然后再扩散出去才影响 那正央永远都是最厉害的 你在这里就是正央 那产生的地震 生气起来 地震发生地震 那么你这里是正央 它一定是影响你最主要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预防 伤害你最大的 影响你最大的一定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烦恼一定是影响你最大的 伤害你最大的 那么再次地影响别人的 还要看那个人接不接受 有没有在你的 你的这个压力范围里面 如果没有 或是他穿防护衣 那他有智慧的防护衣 佛法的防护衣 其实你也上不了他 那么这种我们了解就知道 烦恼是我们最大的过患 因为烦恼就会造业 那你能够控制到有烦恼不造业 那就厉害了 你能够控制有烦恼不造业 那就厉害了 但是接下来还要再控制这个烦恼 让他一有烦恼就什么样 那就浮 就调伏 一有烦恼就调伏 一有烦恼就调伏 但这个还不算厉害 那再进一步就可以 一起烦恼 你就让他不起了 一要起烦恼 你就知道 就调伏住了 连让他冒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 到最后 你连要起烦恼的这个念头都没有 你根本也不用去控制他 因为根本就没有烦恼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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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 就是要一步一步了 但是第一步就是要先知道 烦恼生起来 怎么控制他 那你要有心控制 必须要知道 患 这个患 如实芝麻 那你现在有这个烦恼了 直取我 我见我爱 那么直取这个境界 起了烦恼 直取这个色色响言是 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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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到别人的污蔑 我受到别人的伤害 我受到什么 他通常都是从 直取这个色色响言是来的 因为 如果 如果 他骂的是我 所以我才生气 如果他骂的是那个别人 我只是这样看嘛 我就算生气 我也不会讲话 对不对 那就是我直我爱的表现 那么我顶多只会觉得 那个人怎么那么可怜 那个人怎么那么可恶 我也不会插手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有正义感也会 那 基本上 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就是我见跟我爱 我直的特征 那这种我直的特征而生起 因为你伤害的是我 因为你忽略的是我 那 你没有重视到我 你没有重视到我的感受 你没有 你没有尊重我的想法 反正就走走走走走走 那你没有尊重我的决定 这次说想行事就这样了 好 那 我就开始起烦恼 那起烦恼 我就骂你 或怎么样 怎么样 那这些开始就产生出来了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知道这些过患 知道 你深深去思考这个烦恼的过患 然后怎么样 你就是要远离 我一定要离烦恼 第一个要调伍烦恼 调伍烦恼前面就是要知道有烦恼 就是这样 那 佛法里面就讲 一定要认识 你要烦恼如果是贼 它有几种 一个是贼 一个是毒 那如果它是贼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谁是贼 它通常出现在哪里 它通常你发现贼都是从你的窗户进去 你隔天就会把窗户补好了 对不对 你发现蛇都是从你那个 那个 那个烟囱那边跑下来 你就会在烟囱那边做 网子让蛇进不来 通常就是这样啊 但是 你把这种心拿来防贼 防蛇的心拿来防烦恼 我告诉你很快就成功 真的很快就成功 那你要先认识贼在哪里啊 所以 离 那你才能处理啊 那你说他贼进来就进来 反正我家也没什么好偷的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 因为如实之的原因 你看 它就会产生什么现象 不贪喜色 不赞叹 不戏卒助 这个跟前面的一样 那你就对这种 不贪 不直取 就是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这个人是怎么讲我 因为他怎么讲我不重要 问题是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个还比较重要 我真的是他讲的那个人吗 不是啊 他不是 你为什么要去 就是不是我才要生气啊 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因为我不是这样 他把我讲到这样 所以我才很生气啊 既然 既然他 他讲我什么 他讲你什么 但重点是你是什么比较重要 他讲你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啦 真的 那你又何必因为他讲你不 他讲错 他顶多就是 他不认识你嘛 他误会你嘛 就是这样嘛 或是他故意要毁谤你嘛 那这个都是他的错啊 不是你的错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 你不需要 不需要 那这一点你能够看得开 真的 慢慢慢慢你就会进步很大 我们先下课 谢谢